17日晚上高雄市警察局住區督察郭忠部至內委所入位請 結束後駕車離開於22時37分行經古山山路與華安街頭 發現一件交通事故郭督察很熱心擋場通報轄區遠景前往處理 並駕車折返內委所提供行車記錄器給同仁 同仁迅速調閱監視器循縣查到車主 車主表示該機車借給誠信友人使用警察誠信造勢逃逸歧視為空氣犯 警方於18日零時30分循縣查獲當場解送歸案 令造勢逃逸行為依法韓宋法辦